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像話嗎? 腳踏墊子上面居然還有落葉 誠如你所見的這台車 它有許多使用的痕跡 但是讓人非常的心疼 所以我們勢必也要把修復的 重責大任托付給我們的好朋友 奈斯美車的阿傑 只不過他最近的生意似乎非常的火爆 然後他今天居然跟我說不需要留車 我希望他沒有要晃點我的意思 不過話說回來 這一萬公里真的是讓我對這台車刮目相看 而且我一定要講的就是它的動力 這一座1.5升柴油跟這個EAT8的變速箱 它的換檔的閒接 它沒有震動耶 而且升檔滑順無比 這是一台每天跟我們一起上山下海 很操勞的Burlingo 我覺得法系車真的讓我很驚豔 雖然有鬆散 然後組裝比較沒有那麼嚴謹的一面 可是在開車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它非常的稱讚 表現得非常卓越 然後空間的感覺也很卓越 每次來都有一些不一樣的驚喜 我本來以為只有門口兩台 裡面居然還有一台 都是GT3 看起來很慘嗎 就這樣啊 就是很治療 你哪一部車不是這樣 這什麼意思 你知道我今天是想黑化吧 我知道啊 就是所有我們橘的東西都變成黑的嘛 然後黑的地方都變橘的嘛 沒有 他們貼的都是一樣的磨料嘛 對對對 所以也會是我車上用的磨料嗎 就是會全部都MEDICAL的磨料 不同品牌之間它的磨料 真的有性能上的差異嗎 有一些講求潑水 那有一些可能是光澤啊 通透感 對通透感 可是最基本的根源 他們的母模都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有修復能力喔 當然啦 想想我們認識的時候 我還在開得利卡 對沒錯 這好像也是很久之前 七年八年了吧 然後我們又來搞一台相形車 對 等一下我們去看你的3D OKOK 你看這是LBM站 它這是打錨地的 當初我們也很瘋狂想說 你剛才就把它拆掉來貼 這時候可不可以不要拆 可不可以不要動刀 他說他請願付一個更高的費用 因為我知道你們可以scan 你們可不可以逆向工程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做出來 天啊 可以看一下這DNC的大牛 這個回力標的部分 對 你如果傳統的這個下刀 一定有人能做出來 可是不代表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這麼精準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去開刨這些東西 我們自己把它做出來 不用多說啊 你只是想要level up而已嗎 沒有沒有 沒有 哇這好像在看一幅畫一樣 好高科技喔 車頭已經出來了 它是連燈裡面的反光它都燒出 對對對 這也太扯了吧 我們來玩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們把貼點貼在你身上 我們來看看一個月之後 比如說腰圍啊 或是胸圍有沒有長大 腰圍有沒有變小 我我 有必要貼得離肚臍這麼的接近嗎 這個超像那個耶 那個廣告有沒有 身體沒鬆快 介紹你一貼冷藥 你笑什麼 這樣是 同時之間應該要有的那個嗎 這樣 肚子動的話 點會不對 對啊 你先不講話 我們來講話 這不符合人體工學 黃泰你看一下齁 那個小朋友現在啊 手腳都長得很好 是一個健康寶寶 好 歡迎回到Berlingo一萬公里 好啦 嚴格說起來應該是 一萬三千公里了 畢竟這個計畫 因為 Nexus一直都處於一個 滿載的狀態 所以有了相當的 嚴重 在這個當中啊 其實我也偷偷的 藉著Focus改裝 Race D137的機會 把我的旅圈 給試裝了上去 殊不知 招來了我們辦公室裡面 一面倒的負品 因為那個離地高 看起來有一點奇怪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我本來就訂了 另外一套框胎 要來賦予我們的 Berlingo一個全新的樣貌 不過首先 我們先去交車 所以很帥嗎 嚇死你啊 黑化的 黑化的 全黑了 真的 又是不一樣的感覺了 對 所以當初這些應該都下來了吧 全部都收進去了 這群也都有貼啊 這個也有貼啊 這個也有貼啊 哇 我太感動了 你不要哭啊 所以這個是包在這邊對不對 對 比如說我們的玻璃蓋下來的時候 你的肉也是看不到線的 而且其實說實話 這麼大一塊玻璃 這邊全部都是廢掉 如果是傳統的概念 用手踩的時候 這塊要去哪 我覺得好屌 真的好厲害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你遲遲都不讓我來貼 我看到這片板金的面積 我就明白 你說它最寬就是1米5 對 我們的機師這樣貼的時候 我第一次爬上來看 欸它跟G卡一模一樣 然後你看它這個就是 我們的設計也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全包 我的天啊 這個我可以了解 它中間這塊外側 就包到這邊嗎 在線下 我看到了在這邊對不對 對對對 它是塞進去的 所以當初車頂下也有卸下來 沒有 所以全版型的目的就是盡量避免去拆車子的任何東西啊 嗯 2022年啊 我們其實跟很多台灣的原廠有簽約 幫他們做了非常多的數據顧 他們覺得說這個東西他們是認同的 他們也會跟我們分享以前碰到的事情 那因為我們摸得到車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可能出來有哪邊再去調整一定有可以調的東西 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個 我們最近比較有趣的案子啊 嗯 杜拜找上我們了 而且給我們了 我們一個很有趣的難題 他是說 玩7-7 你如果可以多要一點名額 我願意跟你一起去 跟我們去杜拜玩對不對 對我們去拍攝 沒錯 就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 我的Cooper ATT到了 而且我們的框也到了 不過這一次我們也特別準備了 輪胎的漆筆 要來做一些簡單的加工 你們要不要來看看 來迎接一下我們的新成員 等一下你們是很不期待是不是 你要升第二胎喔 什麼 為了這組框喔 我們也是等了很久 對因為五孔108的規格非常攜手喔 喔幹居然還有套子 好啦要揭露了喔 喔幹這好重喔 不是不是不是沒有我 我只是像原裝規格 17吋五孔108 嘿還行嗎 你看其實很好看 很好看 真的嗎 但真的很重耶 你們要拿拿看 這單可以多重啊 對啊 另外一個就是扁平比 畢竟17吋 基本上跟原廠 XTR的配胎沒有差異 所以我們選擇 在扁平比的部分多 5變成215610 讓它在視覺上看起來 會比過去再更outdoor一點 我本來要買這個 我買不下去我就好貴 大陸一隻才35塊 我真是看 哇這個感覺很好寫耶 這對已經有點老花眼的我來說 有點磁力 你不要一直這樣 我希望你看起來 不要那麼有手作的痕跡 我希望它像是工廠的流水線上 噴塗的一樣精準 那就是買輪胎貼啊 我剛畫好的第一天 我覺得我是Valentino Rossi 你不能不否認輪胎貼的發明 是一個改裝界的突破 你不要塗得很好 真的耶 全部交給你了 喔唷 喔唷 喔 不錯不錯 你不要先他們暴力的咬好幾次喔 今天不單是開工的好日子 同時在Berlingo群組裡面的 終身偶像 好朋友大衛哥跟我說 我們久後多時的 底盤零件終於到了 所以今天話不多說 立馬出發 去完成Berlingo改裝的最後一塊拼圖 哇好棒 怎麼每天都在改車 老實說我真的忽略了 我們其實還有一段路要走的事實 我不該把東西疊得這麼高 根據我們多年使用不同類型的攝影車 所累積下來的經驗 強化它的賀重變成了這一次的首要任務 老實說我實在是非常的期待 到底換裝了之後 它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變化 畢竟這台車它真的有點軟 雪崩了 哇 這個就是我的偶像 大衛的車 這個鐵框的配置真的很帥 而且它居然有拖車勾 我的老天啊 開箱一下 這是我們要換裝的套件 包含這一組 由荷蘭品牌MAD 所推出的 後懸吊的賀重彈簧 恰巧呼應了 本頻道MAD VNZ的明慧 還附贈非常精美的貼紙 你看到這個 很漂亮的藍色粉體烤漆了嗎 再來就是一些 由台灣品牌SPR所推出的 庫車下的承套啊 到時候會安裝在車身中段的 下結構感啊 還有這個 引擎式的拉桿 看起來非常的粗壯 居然使用了一個 這麼亮眼的黃色 真的是太帥氣了 好啦我希望他們可以趕快開始 沒有想到這間店這麼的忙碌 其實當初一直很想要inch down 不過原裝的鐵圈真的是太難找了 所以沒有辦法擁有這種 扁平比七零的視覺享受 你看到他有多肥厚了嗎 老實說我真的很要 因為我很少看到這麼忙碌的 而且是翻桌率這麼快的輪胎 從早到現在他們應該已經坐了七八台車了 然後每個人都非常的俐落 據說在換裝之後 他可能會稍微的把車尾提高一點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次我們原本預計要安裝的方前桿的部分 到一個似乎還在針對它的細節做一些修正 不過沒關係 總是有下次的 真的是差好多喔 據信就是到時候會讓他車身再稍微抬高一點的關係 他就是一個heavy duty的彈簧 原本基本上他的行程其實是一樣的 可以看到他已經把原本的子證的饅頭都已經先移過去了 這樣感覺好像扭力量的車要換避震 真的是很簡單的事情 對 它就是直接鎖到它 它螺絲都直接直接套到它 就是這個縫隙 哦 理論上啦 它的一些回饋會再變得直接一點 我認為應該是蠻不錯的 好像又中卡鉗了 當初為了要能夠把ST的框轉接上去 也是發生了卡鉗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就訂做了那組店這樣 沒想到他現在居然又可以派上用船 師傅你 不會 不會生氣的 不會不會 對不起 我 這一刻真的非常的感動 你不覺得他看起來整台車都man起來了嗎 哦 然後我們跟另外一台Burlingo 現在也要上下坐定位了 哦 極度滿足 無比的雀躍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但車好像變高了 哦 哦 走走走走 感覺如何 當然不是啊 在說什麼 很帥耶 因為比原本的康菜多 你說什麼意思 你怎麼現在才跟我講 嗯 感受一下應該比較舒服吧 差很多耶 之前出發走這條的時候 後面都跳到就不行 所以是十九寸框的關係還是因為 我覺得是十九寸框 你看 轉向又變回那種很輕快的感覺 這樣也非常的愉悅 好像真的比較不晃應該這樣講 因為還坐下很舒適耶 嗯 之前那個 嗯 是 是 哦 現在比較有緩衝的感覺 對 肥皂變好大的 沒關係啊沒關係 算了算了 80胎嗎 哦 哦 感覺怎麼樣 小坡 我好像有點帥帥吧 我是不巧的一個 改氣壓避震的人 有什麼資格說別人睡震多 今天很嗆是吧 當然啦 關於這個側傾的抑制啊 個人認為效果比較有限 畢竟我們沒有針對方形感做改裝啊 不過你可以感受出來 彈簧本身的支撐性變好了 所以車身相對在彎裡面 它的姿態是比較穩定的 我希望我們趕快有一個機會 可以來安排一趟合適的旅行 來好好感受一下 這組底盤強化劍的威力 威力要員工回去 對對對 就每次都 好想看 然後你看 謝謝 還會 沒錯 謝謝 謝謝 謝謝